我提醒你一个细节 细节是指的是什么呢 你并没有约定利息 公民借贷是不存在利息的 我说的实验旅行违约金是指的 他到期没还你 他就应该给你违约金 实验旅行违约金 有约定按约定的 只要不超过年利率24%可以 但是你没有约定 在借款期间是没有利息的 只能还本金 从你到法案起诉 就是从你开始找他要 那么他就应该给你利率 没有约定的话 就按年利率6%算 听明白了吗 但是你这样子有一个风险 对方有可能会抗辩 第一他会抗辩 这个钱我已经还过了 如果说他输到你这个钱之后 有陆陆续区给你转账的凭证 如果你回去查查 你的转账记录上 你现在有打给别人28万 结果你一查 你转给别人28万 人家现在陆陆续区 转给你的都38万了 你还打这个官司有意思吗 就没意思了 打官司不要盲目的打 就是一定要考虑好风险 第二个风险是 付送时效的风险 对方有可能抗辩 那你第一笔钱 是一二年六月就借给我的 无论是两年的时效 三年的时效 你早就过了时效了 你现在要可以吗 是否应该变成 自然财务不支持了 对方律师或者 当然有可能这么抗辩 我明确告诉你 我明确告诉你 诉讼时效从什么时间开始呢 是从第一 你借钱给他 没有没有约定还款时间 法律上是从你随时有权利 要他给你还 哦 嗯 诉讼时效从你第一次开始找他要还 还账开始算 如果你三年五年都没有找他要过钱 诉讼时效不开始 这句话你能听懂了吗 听懂 听懂 对方必须举证你 什么时间找他要过钱 嗯 如果说他拿不出证据来 那么我就是五年之后第一次找你要 你必须给我钱 不过时效 因为在此之前我没找你要 咱俩没约定什么时间还 我五年前我信任你 我不愿意让你还 你管得着吗 嗯 你听懂了吗 听懂 如果对方有证据证明说 你五年前就找我要过来 我就没给你 那么你就必须开始举证了 我找你要之日起 我后来又找你要过 每要一次又有两年的时效 听懂了吗 嗯 听懂 嗯 你看 很麻烦吧 嗯 而且诉讼时效呢 2017年1月1号民法总的实行之后 从送时效从两年变成三年了 对 2017年1月1号变成三年了 还有一个对你有利的你要记得 那就是连环借贷 从最后一笔借贷开始起算 嗯 听懂了吗 听懂 这是公平的 嗯 而不应该按钱一笔 嗯 这是不公平的 因为我之所以敢连续借给你 就说明咱前面的借贷关系 不存在争议 嗯 听懂了吗 如果有争议 我不可能后外借贷关系 我还借给你 嗯 不能我这把好心借给你 前头说 那个已经过时效了 我坑你吧 这是尤为诚实守信的 嗯 所以说连环借贷 最高人民法有明确的规定 是从最后那个借款时间开始算 嗯 给你说的非常清晰 嗯 所以说这个案子不是没有相关的这个道理 啊 那么我想跟你说 除了说这个法条呢 我还要跟你说一个 北京高院关于审理民事 不同证据规则 嗯 第五条明确规定 我说的是举证责任 证明借款合同 成立的责任在你这儿 嗯 你说我和你成成借款关系 只要你把转账记录 转给他了 听明白了吗 嗯 他不能进行抗辩 你就完成了举证责任了 嗯 对方说他把这个钱还给你了 或者说不存在借贷 不存在借贷合同关系 或者我存在借贷合同关系 我暂时还 钱还给你了 相当于咱借款合同解除了 那么对方对此承担举证责任 而且梁慧星教授是著名的法学家 他的思想是很超前的 他说判决一个案子 借贷胜负 不是一个单纯的转账记录 就证明是存在借贷 适合对方抗辩说 这个钱不是借贷 对方没有理由 对方是没法抗辩 才推定是借贷 是形成一个证据链关系的 而不是一个单纯利用转账关系 一个孤证来认定借贷 跟你说的够清晰吧 够清晰 你看你回去琢磨琢磨 观赛再重新打 重整河山 好 谢谢梁慧律师 谢谢 今天说了很多 似乎是很简单的一个借贷关系 但是我们也听出来了 就是这个简简单单的借贷关系 里面有很多的学问 是我们曾经没想过的 但一旦这个事情解决不了 宿主公堂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大的麻烦 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希望王先生的事情 请能进步